为了提升资源回收再利用业务 花莲市清洁队举办资源回收业务观摩活动 今年也特别安排了前往台中市保之林环教园区参访 希望透过外县市的观摩 让队员们未来在执行业务时能汲取相关的经验 以推展清洁环境业务打造花莲市成为情景家园 花莲市清洁队县外观摩团 4月17号由市长魏佳燕带队前往保之林环教中心 受到台中市政府环保局副局长陈正良等人热情欢迎 并且安排了专人导览 让花莲市的参访人员了解环教中心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项目 也能够增进队员的工作职能 今天是我们清洁队的一个新环的一个观摩 那今天来到了我们台中市我们保之林环境教育中心 那其实今天也很感谢我们城府局长以及沈大哥的详细的检说 我们保之林的原本是旧有的921的一个学校 然后倒塌来重新来建制 成为一个环境的教育中心 那我们在很多不管是刚刚讲的一些脚料的一些回收 能够再利用或者是一些垃圾变成黄金的一些故事 甚至于是我们到了珍藏馆 然后可以看到一些我们一些原有的一些家具 甚至一些旧有的床垫 我们都修复我们能够再利用 然后再变卖 然后再成为我们的环境的一些奖金 那其实回到花莲之后 我们会进行讨论 未来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推广一些 能够再利用的一些方式 给我们市民知道 也希望今天来到我们保之林 能够让清洁队员吸收更多的知识 能够让我们清洁队员有一些可以回去 然后有一些构想 我们都可以来研究来为市民来造福 保之林环教中心是全国第一个多功能环保教育园区 更经环保署班与环境教育认证场域 园区内有六大功能 包括了家具再生、见诊还有伴售 资源回收艺术创作展 资源回收DIY教室 环保业务推广及环境教育参访观摩 环保公园、休闲油气 还有二手物品展售及家电诊所等 在工作人员巧思之下 整个园区可以看到回收再利用的装置艺术 民众足了可以休憩游玩 还可以在保之林寻宝购买战胜家具 华联市公所希望透过线外观摩 让清洁队员能够更熟忍自己的业务 并且在社区当中担任环保兼兵 让资源回收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同时也要提升业务上的效能 广办推广资源回收政策 来达到环境亲近的目的 建律会台中市报道